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然也都是200来个小岛 对吧 70%左右是菲律宾人 那么原来在当然最早葡萄牙德国什么都占过 反正总之后来是美国人托管的这么一个地儿 94年独立 然后以这个捕鱼为生 当然主要是有捕鱼和旅游业 那么它周围的确实有一些鱼场 比如说属于它的专属经济区的传统的鱼场 但是你想一个几万人的国家 它怎么去规范这个鱼场 没有 比如说美国早就规范了 70年代 有海岸警问队配套的是吧 就相当于我开自由市场 你到了来租个摊 你交摊位费你可以弄 或者你到这采摘什么都可以 但是现在帕劳这个地方显然是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地方有可能又是我们的传统鱼场 而且以往的时候到这来捞鱼 也可能具体他们之间怎么完成这样的一个交易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最近由于这个东盟峰会要在这个柬埔寨开 刚开完嘛 而且我怎么感觉东盟峰会上 他们几个国家就议论 就说我们南海问题 我们达成一协议再告中国 对 是不是有这个 想这个绑一块 跟我们就是群练 玩群练 但是呢 美国是在幕后策划 就像咱们那个 在路下后 不是有几个搞策划 搞策划的 然后菲律宾呢 跟这个帕劳很近 我们说他有70%的 菲律宾支持 对菲律宾人 菲律宾就是想在东盟峰会上说 咱们这些东盟十国 把南海问题合起来 咱们想商量好一事 商量好一对策 咱们一块跟中国谈 因为中国头太大 咱们十个绑一块跟他谈 但这事没太弄成 但是菲律宾也是多 就是多管下注吧 其中帕劳这个事很有可能是他们 那些泰国柬埔寨 他们跟他们一点利益没有 他为什么要跟你搅合 是啊 所以说呢 东盟有很多跟海没关系 其实东盟跟我们在岛屿争端上 主要的就是三个国家 越南 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就是跟我们在南沙群岛的有一些岛屿 当然也 越南跟我们也说西沙也有一些争论 文莱呢就有一个 然后印尼呢 是因为大陆加延伸近我们的那个传统的九段线 就是有个你知道那民国画的 就是民国那个内政部当时画的 就是牙尔塔体系完了之后 这一块我们就画完了 所以说这十个国家不可能绑一块 然后他们还污蔑说我们因为胡主席去了柬埔寨嘛 对 说是中国游客了 说给行贿了 谁给谁行贿 说我们给柬埔寨 然后洪孙还那个 这个虽然淡淡的说 没有 就是当然我们给柬埔寨投资了 我们给柬埔寨资助目是一贯的 对呀 西哈努克那时候就开始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南海这件事情呢 大家都不太 就对他的整个的来龙去脉 并不是太熟悉 总之中国现在由于 比如有钱了什么的 或者他们占我们岛啊 再加上媒体的宣传吧 再加上美国人在后部策划 让大家的就是火气都比较大 在这个问题上 但是呢 如果静下来我们来想这件事情 他可能确实有很多纠结的地方 也难怪当时我们说了一个 就邓小平说过几句话 就主权在我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怎么来呢 这个过程啊 当时我说那四个国家 就是三个国家岛屿 共同中论 还有另外两个温暖 邓小平那个不是讲 钓鱼岛的吗 我知道 但是南海问题是平移过来了 因为它确实是非常复杂 比如说这个咱们的九段线 原来是十一段 后来北部湾 两千年 我们跟这个越南是搞定了 北部湾化界已经完成了 而且两国海军还在那互相巡逻 没问题了 那就是南海这一块 这个杨尔塔体系完了二战之后 我们把这一块画下来 这是一个传统的 这九段线也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把国境线的东西 画到海上来了 什么哪两个九段 九段 下围棋 下围棋 你在地上看 它是这么一段一段的 把这个南海圈 那个线叫九段线 九段线 那么九段线里边的岛屿 是不是都归中国 当然我们有过历史考证 大部分的南沙群岛的岛礁 都属于归中国 归中国呢 这个主权首先是第一位的 这岛是我的 那么 你说的归中国是因为历史上 历史上有些记录啊 什么的 我们去过啊 谁去过啊 然后留了一些杯啊 一些东西 后来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布了 公布了之后呢 就是说 接着配套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有石油 还有很多石油 然后呢 这些国家就开始抢 越南什么 菲律宾就开始抢 抢了以后呢 当然我们也跟他们 也有冲突八八年啊 跟越南打了一仗 抢到南沙几个礁 对对 然后呢 根据联合 南沙不是西沙之战吗 西沙那是74年 西沙我们是74年就不要 我跟他抬杠 对 然后呢 根据海洋法的这个解释 说这些岛呢 如果说是有条件居住人的 那他就可以以这个岛为冤心 二百海里的专属金居区 专属金居区下边 万一有油 有金 都是你的 但是这些岛是不是能有居住条件呢 其实按照大大多数来说 原来可能并没有人在上面 后来现在我们啊 越南都开始 越南前几天还不弄了六个盒上去 建庙什么的 那就是说大家都说这底下有有东西 就相当于咱们仨人本来原来在这 传统的在这做节目 后来突然有一下说这底下有金属 对 然后咱 那肯定我站着 那不是 你刚一走摄像过来了 说我 对吧 然后说走着挖 但是谁也没 现在就是深海的这个 16个新生代盆地的 里边号称有油的地方 没做技术勘探 就是油闹的 资源闹的 资源闹的 对资源的预期 对 闹的 然后美国人当然他不是说要要这的油 现在包括有一些国家开的大炉价的油 也就是百万吨级的油 我们现在进口两亿多吨油 百万吨 几百万吨 我们苏丹就两千万吨 对吧 安格拉就是四千万吨 这就无所谓 那么美国人就开始说这种油 你们跟中国闹 因为他要重返南海 对吧 他有个战略 有个战略 亚太 然后这就变成了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82年以后有这么一个法 在配套 有人说这地方有油 呼噜呼噜就都占 占完之后就吵得不可开交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跟这些邻居说 我们主权还是我的 咱们这有证据 再说这个九段线已经划过的 你们也承认的 对吧 那么 至于有一些地方 我们可以共同开发 是搁置争议 咱们共同开发 因为大家一块富 对吧 但是现在不行 又开始闹 闹得越来越厉害 那怎么他们都拿枪 咱们可没拿枪 据说是啊 对 因为我听说 这个越南那边 咱们这个渔民 不是发生冲突 那边的渔民 他们现在说 越南那边的渔民 可能是海上民兵 因为拿着冲锋枪 冲你渔船扫射 这个可能也有 但是按说 这块 渔政这块 在咱们这边叫五龙闹海 是归农业不管 农业 农业 农业部 没有 就是你要用海上执法 上来就开枪 这就是属于黑社会了 别打黑的 属于打黑范围 但是这个呢 就是说 因为越南呢 它也不规范 越南我们也知道 它也后来就是 打完仗 就革新开放啊 什么折腾 大家也都穷嘛 就弄这些东西 互相 有人后面辱钱 说你挑事就折腾 这样的话 他们枪支流散的 肯定是很多 当然很多 还是我们从重庆 那边就是成都 重庆就是三线工厂 对 为了抗美圆越运过去 没错 最近运了上万发炮弹 在哪 湖北那边 在哪 给警察查着了 当然那个 那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是正常的运输 因为我们的弹药厂 主要是当时怕苏联 这哪啊 哪啊 你说重庆的弹药运到吉林 跟南海有什么关系 不是 南海一时用不了 没有 北那边用 他这个说 就是说当年我们援助的越南 是大三线的重庆成都的这些弹药 通过成空铁路给越南 给了越南 越南打美国人 把美国人打跑了 对 他那个地方留 因为他常年打仗 他的枪支弹药比较多 最后可能被渔民怎么弄来了 跟我们闹 你刚才说的是这个 是这么个路 明白了 就是造军火 就是军工厂当时为什么签的 原来是东北 后来跟苏联闹掰了 对 大三线 大三线 这不现在上万发炮弹 又往东北运吗 对 东北因为不能造了 就运了 就运了 三月行广告之后见 我一直在期待 像个小孩 重回天生的自在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白井公寓 独栋 全球发售 要不说我还是得提提台湾 这个资源小的地方的人 他真是值得珍惜 你像我们拍的节目就看见台东 他这个海岸线 那个真是 人家很小心 就是先不要破坏他 先保持他原生态 然后咱们就要反复论证 你建个五星级酒店都给你抗议 对吧 他很小心 可是你看 现在中国的这个渔民 为什么越走越远 说中国渔民 现在是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渔民 太平洋 大西洋 西非 印度洋 为什么 近海我们的渔业资源 我看报道几乎枯竭 而且还不光是个枯竭的问题 就是打不到鱼了 所以越走越远 完全打不到鱼 所以都走远了 就跟那边就容易起冲突 发生冲突 而且那么 而且近海还有一个环境 搞换了的问题 对 他们就觉得 我觉得中国人呢 就是是不是你资源太多了 有点这个 不会 不会 他现在我学了句成语啊 就咱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你看这个沿海岸线的开发 这个口号叫什么呢 大化工 大钢铁 大电能 几个大呀 然后呢 就叫人家叫什么呢 就是抢占地盘 但是呢 低值开发 就说你呀 你浪费了 就是你占了那么大个海岸线 你可能你都要一个地方建这个 你知道我去采访中国海岸线 我见过多少个这种化工港 大什么什么油轮码头 都搞这个沿海经济开发呀 那上海带着头嘛 金山石化嘛 几十公里 六十公里海岸线全是 化工厂 对吧 但是那个时候是想过副日子 因为你一旦来了石油 比如当时我们大庆有石油 现在是94年以后 我们成为石油的进口国 那么你像 就是南海附近的广东 茂名附近 然后这边是广西 这个北海呀什么的 防尘港 它这基本上的都是大的这个炼油 炼油配套的 比如说百分针炼油配套的 三十万吨乙烯 它出来的东西 比如咱们用的这些塑料乙烯呀 穿的衣服啊 甚至到了韩国日本 他们早期也这么干的 韩国 然后当然他后来越做越细粉 做的细粉就精细化工化妆品 对吧 你看韩国现在卖了很多化妆品 就是他到精细化工这个阶段 但是前提都是得把油运进来 然后在这加工 炼成汽油柴油 还有一部分做成化工产品 然后进到我们所有的像我们的椅子呀 桌子呀 门窗啊 很多东西了 包括电脑壳子呀等的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一块呢 第一把就业解决了 第二呢 但是渔民失业了 说渔民失海嘛 就渔民那个那个利润呢 比如说我普这些鱼 他所带来的这个利润 远远比这个工业要低的多的多的多 所以说这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 中国从来都是农业服从工业 对 工业服从军工 对 这个是这个亲众现实一直是这样的 但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南海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是中国的人 你也不是东南亚的人 你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 你从地图上看的 南海的 我们的南沙群岛的地理位置 是离中国大陆很远 离菲律宾那边很近 当然现在历史上有很多层面 那个是我们的领土 而且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先例 比方说那个那个福什么什么群岛啊 福克兰群岛 离阿根廷旁边 可是他离英国这么远 可照样英国人打下来 作为他的领土 对 全世界的舆论也没有说英国人抢占他 对 那所以 所以我我现在的问题是 目前大概都知道美国在背后捣乱 东南亚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跟中国抢 中国呢 就想把一一单一的对付 不希望你们抱团 但是最大的争论我发现是两种 一种就是说 中国应该打一仗 针对某一个国家 是 打一个军部战争 是 把这个局势 推迟下去 就是说你 你否则的话就会 就有可能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里 丧失这个国土 这个是我们不可接受的 这是一种说法 对 第二种说法是 中国目前的经济正在好 一个很好的发展情况下 正常发展下去 再过十年二十年 总的疾病可能又赶超美国的情况下 最容易制止中国这种发展的 这是美国人的愿望 就是两种 一个是你政治内乱 第二个是一个战争 对 所以第二种看法就是认为 不管怎么样 拖拖拖 只要我们熬过这个将来 二十年以后 美国人也没这个力量来来来 倒腾菲律宾 他们更没戏仗 你觉得这两种到底哪一个 我觉得现在主流上比较 倾向于后于重 就我个人不做判断 难拖就拖 不是 就是或者美国人说 这是一种辅买战略 因为南海这块地方 原来属于谁的 就是历史上肯定是中国先战 因为中国大嘛 对吧 那时候那些包括很多华侨都到 他们原来是吃那个果子 什么东南亚那块地方 是中国的 那么咱们就说近些年 咱们继世 就咱们这一代人继世的时候 就是说原来是美国人站着的 后来美国人开始打越战 六十年代 打的就比现在这个伊拉克和这个阿富汗 选的这个招还破 咱们说你六十年代过得挺好的 你打什么越战 打越战把全都砸进去了 砸进去了 后来中国和苏联就帮助 跟他咱们说到重庆的问题 就帮助越南 那有意识形态的原因 对 东西放在 冷战嘛就把美国人打跑了 七五年以后美国人撤军 就是特别狼狈就跑了 整个东南亚这块就空出来了 空出来之后呢 苏联就进来了 因为苏联想没有海洋出口嘛 特别是温水海洋 他没有 他一直想出来 就占了越南的金拉湾 租了租了这个基地 对吧 苏联想要 然后就想在这边经营 但是苏联有个短板 因为苏联除了军工以外 他别的经济不行 然后里根的 就是后边的 无论是卡特 福特还是里根 他们就出了一个主意 说咱们呢 不让苏联人进来 咱又 军力又不够 那时候财军费啊什么的 那怎么办呢 咱们就给这些 东南亚国家给它市场 于是 他们就跟东南亚这些国家 现在的东盟的几个国家 比如泰国呀 马来西亚 印尼呀 就市场做的很大 就给它欧盐代工 其实后来九十年代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前九十年代 你出国啊 或者在国内能看 马来西亚产的皮鞋 衬衫挺多的 对吧 品牌的还是 后来的硬盘 内存都是他们 新加坡 人聪明一点 就做管理 对吧 来这 那么苏联 你管有军舰没有啊 这边我都是 跟美国人干活的 那么后来呢 到了这个冷战胜利以后 美国人就不太搭理了 叫温柔的冷落 就不太理他们了 这时候中国 因为里根当时 转移产业 也给咱们东南沿海开放吧 咱们的那些 叫雪岸工厂也好 什么富士康也好 咱们聪明啊 他们那边 有情的拥抱 对 他们那边没几个 咱们那边全是中国人 然后咱们就做得特别好 特别好 就和东南亚的贸易额 在07年的时候 就超过美国和东南亚的贸易额吧 也就是说 我听明白你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要缓解他们 对这些岛的领土要求 就要在经济上加深合作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 就是说你家的孩子 都在我的店里打工 你还是会跟我 咱们门口一亩三分地 在这闹吗 咱们把他们都顾了得了 对 这是这样 接下广告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传场千年酿造工艺 历尽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第五集 欢乐集 北红花狼 北红花狼 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宽兰湖海口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但是我就觉得 尽管咱们是不想打仗 但是我不知道这种情况 就用他们这词 hold不hold得住 比如说这些小国 这现在拿枪打 这飞机上来了 会不会 它是不是局面在控制中 要是哪天烈度升级 比如说弄一炮弹 把你一渔船炸死一船人 那你怎么反应呢 当然就是我们肯定也是有底线的 其实74年 88年我们都跟越南打过 74年是南越 南越的政府在西沙把它夺回来 88年我们在南沙也跟越南打过仗 当时那个时候是有冷战的色彩 既有维护海洋权益 同时也是为了牵制 那时候苏联跟我们反正 那时候打越南还等于在帮美国 邓小平访美的时候 还答应了教训越南 那时候美国衰 越战完了 他衰败了 美国自己打不过越南 借着我们的手打一下出气也好 现在大家都回到现实利益上来了 那么现实利益 这个公式就要摆出 就是要算戏账了 算戏账 这些国家现在 你比如越南菲律宾 我们的优惠贷款 每年一半以上给这两个国家 因为他们两个国家人口最多 当然印尼人口也很多 他们两个是一个九千万 一个将近一亿人 而且他面临着巨大的社会 谁有一亿人 就是我就说越南和菲律宾 都是九千就快到一亿了 而且他的人口 这么多人 对 他人口的统计 也不是很全的 对吧 但是都快早晚得过亿 这么生 这样的话 他面临着政府的压力非常大 他怎么发展 我明白 你的那个经济的 这个缓解的措施 讲得越好 咱军情观察室的 忠实观众越失望 他们就整天盼望着 要有一战 一战 我的问题是 假如要有个局部战争的话 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我们会选哪一个 这是第一问题 第二 我们有没有这个局部战争的能力 美国会不会插手 美国肯定不会插手 变采访节目 对 这种这个 这个局部战争能力 肯定 就是那对我们来说 非常轻松的一件事 是吗 对 但是来说 对付越南也很轻松吗 对 也很轻松 因为越南跟我们陆地有接壤 如果说陆地有接壤的话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当然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这是个层级 比如说制裁 我们说先立威 后立德 对吧 我们收益做得很好 我也给你贷款 你太过分了 我用什么方式立威 比如还有一种商战的方式 我制裁你 经济战 经济战 这个都没用 中国到现在 不要说打仗了 西沙那么远的打 咱们的航空母舰 要出动吗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我梁格号 都造好了 航空母舰出 用不着出航空母舰 接着向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 文明启示录 对 对 这个 慢慢来